这一款全麦面包 松软拉丝 凉了以后也不硬 有着浓浓的麦香味 真的是越嚼越香 特别适合想减肥的朋友 首先准备300克全麦面粉 再准备100克高筋面粉 混合均匀 然后在中间挖出一个坑 打入一颗鸡蛋 外皮是65克 加入5克酵母 10克红糖 10克蜂蜜 减肥的朋友可以把红糖和蜂蜜 换成代糖 或者是不加任何糖 搅拌均匀 然后加入270克 常温的牛奶 用刮刀翻拌至没有干面粉 然后用手揉成面团 由于这款面包的 含水量特别的大 揉着揉着 面就会特别的粘手 我们在手上沾点水 这样再揉面就很轻松了 而且简单揉个十几下 就可以把面团揉光滑了 然后密封饧面20分钟 面团饧好以后 用手按压成饼 然后加入2克盐 15克的玉米油 或者是黄油 先将油充分的揉进面团里 刚开始揉是不粘手的 等油与面团融合到一起后 就会变得特别的粘手 我们将面团取出 放在面板上 抓住面团的一端 在面板上反复的摔打 这一步也是为了 让面筋更快的形成 就这样反复摔打5分钟 你会发现面团变得光滑了 而且也没有之前那么粘手了 做全面面包是揉不出手套膜的 我们只要让面团与添加的材料 融合均匀就可以了 面团摔打到你满意的程度 给它整理成团 你可以看到面团很软 但不粘手 我们在面板上撒点面粉 将面团搓成长条 然后分成12个等份面剂 再把每个面剂整理成馒头形 封口处捏盐整理一下就好了 放入烤盘里 每个都隔开一段距离 放温水锅里醒发20分钟 醒发好的面团体积明显的变大 然后在面团的上面 均匀的喷上一层水 撒上一点芝麻点缀一下 然后放入预热好的烤箱 我家是32升的烤箱 我给它放到了烤箱的下层 上下火150度烤20分钟 时间和温度 我们要根据这家烤箱的情况 进行适当的调整 烤好后取出 放在烤架上晾凉 特别的松软 而且还可以拉丝 一次醒发成型 更加的节省时间 吃完的话可以放保鲜袋里 避免风干 由于加了高级面粉 口感会比全全卖的要好一些 喜欢的朋友可以点赞收藏起来哟 我们下期见